中共肺炎疫情的重災區湖北武漢 在4月8號宣布解封後 5月9號起 官方在陸續通報確診病例 還有當地的民眾直擊 有人直接倒地 還有社區再次出現被鐵板封死的情況 武漢網民在網路上刊出不同地方的陸島畫面 一名在公園健身的男子倒地 約15分鐘後 身穿防護服的救護人員抵達現場 發現男子已無呼吸 另外還有一個疑似是排隊等待篩檢的場合 也出現民眾露導 旁邊有防疫人員 但似乎沒有做出協助 另外 武漢三民小區實施全封閉管理 有網民上傳社區出入口被釘上鐵板封死的畫面 新潭記者張琪綜合報導